大家好,我是Doccas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Rain Soul和Soul Red的分別 究竟Rain Soul和Soul Red有什麼分別呢? 為什麼公司要出兩個好像這麼多的東西呢? 其實它是有去的分別的 Rain Soul有三種種子 黑小蕙香種子和蝦朵梨的葡萄種子 還有那個氣酥味的種子 三種種子是給全面的營養 而這個Soul Red主要有兩個種子 一個是黑小蕙香的油和紅酥味的種子 這個Rain Soul主要是全面的營養 那些運動家他們都會需要的 還有它幫助血管、補腦、全面的營養 而這個Soul Red主要是幫助頭腦的認知能力 因為很多人有這個Parkinson病 還有頭腦問題的病 還有很多老人癡癌症 還有它能夠幫助減肥的 OK? 那麼很多時候呢 我們身邊有時候會聽到一些朋友 他們的孩子 兩歲了、三歲了 但是還未懂得去講話 或者是有那種自閉的傾向 或者過動的傾向 那麼會令到父母都會很擔心他們的成長 那麼小朋友本身呢 他自己都會受到一些壓力的問題 那麼其實呢 這個產品呢 是對我們的路啊 對我們的頭腦啊 是好的 因為有一句話叫做好油入 懷油就會出 因為Rain Soul和我們的Soul Red 裡面的黑少會香種子 基本上是可以幫助我們 將那些懷的成份 懷的油排出來 所以呢 這個是絕對對小朋友 認知能力的 增加認知能力的 絕對是有幫助的 而當中呢 裡面都會又加了一種叫做 D-Raymond D-Hotan的成份 是癌症啊 甚至乎是糖尿病的朋友呢 都是可以吃的 因為很多人認為 咦 D-Hotan? 糖來的喔 那吃不吃得啊 這樣的樣子 我糖尿病喔 擔心這個問題 其實呢 是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D-Hotan 它不是正式的那種糖分 還有不是任何那些 添加那種白糖 那些什麼糖的糖分來的 它這個糖呢 是能夠幫助我們的細胞 給我們的細胞有能量的糖分來的 甚至乎是運動員都很需要的糖分 OK 是一個D-Hotan 身體需要的 所以呢 是幫助我們更加有體能的 OK 所以這個呢 就是Rain Soul和Rain Soul Rate的分別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產品 有更加多的興趣 想要更加認識它 歡迎你們打電話 聯絡我 這是我的電話號碼 還有呢 歡迎加入我們的團隊 讓我們一起把這個這麼好的產品 分享給我們身邊的朋友 OK 好嗎 聯絡我 我是Dorkus 多謝大家